你知道吗,苹果手机可以代替公交卡和门禁卡 方便你乘公交车和刷门禁 首先,咱们一起来看看怎么把苹果手机设置成公交卡 等设置好公交卡之后,咱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 把它设置成门禁卡了 如今很多人乘坐公交车都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付费 打开公交码或者打开地铁码 但这样子往往比较麻烦 苹果手机有一个AFC交通卡功能 就不一样了 打开这个功能之后,你只需要轻轻一刷手机就能乘车 方便快捷 那现在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实现这一操作 那么首先得确保你的苹果手机开通了NFC功能 点击设置,点击通用 点击NFC按钮,确保NFC已经开通 这个NFC按钮变成绿色,就这么NFC已经开通了 下一步点击钱包,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点击交通卡,点击京津记互联互通卡 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 点击继续 再要输入金额,最小金额是5元 点击添加,点击添加中国银联借记卡 因为我是没有添加过中国银联借记卡 所以有这个选项 选择一个熟悉的银行 点击打开,点添加到Apple Wallet 添加卡片至Apple Pay 选择iPhone 点下一步,点同意 好,已添加此卡,说明成功了 在苹果钱包里边点击完成 点击添加,点击同意 按两下付款,付款完成 现在就已经把这个交通卡添加到苹果钱包里边来了 点击完成验证,去进行验证这个卡片 那等你验证完成之后 就点击完成就可以回来了 验上之后,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点击卡片相应 点击打开服务模式 按两下已确认 接下来在这个页面不要退出 到物页,把门禁卡写入手机里就可以了 这让你不仅添加了一个交通卡 而且还把物页的门禁卡也添加到手机里了